我们都知道聋哑人士所使用的手语 是一种透过手势、肢体动作和脸部表情表达意思的语言 那您是否知道手语有很多种类呢? 手语的种类涵盖了美国手语、韩国手语等等 而我国也有自己的手语,那就是马来西亚手语 马来西亚于2008年颁布的残疾人士法令将马来西亚手语列为国家的规范手语 尽管如此,数据显示手语翻译员和听障者的比例为一对五千 为了解决这一个燃眉之急的问题 RC听障任务于2017年成立了博爱手语天使计划 创办于2006年的RC听障任务 旨在为听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 以及改善他们的生活素质和能力 同时间也提升公众对听障人士的关怀和省觉意识 虽然该社会企业多年来获得不少善心人士和义工的帮助 然而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因为他们都不通小手语 无法和听障人士在相同的频率上沟通 中文字幕提供 然而 RC听障任务主任 Angus Peter也意识到 他们旗下的手语班学员 大致上都具有担任手语翻译员的潜能 唯独缺乏的是一个机会 有很多人 who took our courses 它是一种方式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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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 因此参与者必须掌握一定的手语水平才能参加 在你完成了Level 1、Level 2的中文字幕提供 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志愿的团体 来帮助一些东亚人士进行办理的活动 它比义工需要的 commitment还要大一些 因为有很多东西不是帮忙去做就可以了 你还要自愿地去找 或者是接触或者是接洽 跟不同不同的团体 或者是公司来给予他们需要的一种帮助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我去那里翻译就结束了 每一年RC听障任务中心都会举办一场手语天使宣誓仪式 作为该中心的主任 Agnes Peter会在宣誓仪式上 给新上任的手语天使穿戴徽章 整个仪式全程都会有听障人士在一旁见证 There is a purpose to this And the difference with this program is It's beyond being a volunteer If you cannot fulfill these criteria I will ask you to leave Because you take the oath in front of the debt That you have served for one year You have to commit So it's a very serious program When you are signing as an angel You care for the debt You are not above the debt You journey with the debt And no taking money in this one year So it's different from the volunteer concept I give my time and I'm free 在博爱手语天使计划之下 RC听障任务会给手语天使们 安排各种各样的义务 好让他们到不同的听障社群服务 能接受这个手语的 马来西亚人其实不多 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们需要帮助的范围 其实多过于翻译也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通过这个这样子的活动和这个这样子的团体 我们希望可以接触更多人 increase the awareness for relation about sign language and also the bad community So他们才能够更加完善地去援助的一些活动 来自吉隆坡的手语天使 饶小薇 出于对手语的好奇心而报读了该中心的手语课程 然而完成了两集的课程后才发现 自己所学的手语无用武之地 于是决定参加博爱手语天使计划 我觉得是还需要多多学习 尤其是因为手语方面 如果你懂的词会越多的话 就比较容易表达所要表的东西 因为现在我还是在学习的过程中 当然就是跟他们接触多了 过后就是 glassware 如果你 Elizabeth 这些是用是 如果不需要的 这些友谈的 你会觉得 我们来讲 这些人 就是 我 我们来讲 设计划 小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